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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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就是有竞争才有進步 自古以來 你看看我們牽原神族的History 永遠是亂世出英雄 只有亂世 才會出到一堆又一堆的人才 背出 遷國時代 楚漢商爭三國時代 那些人物全部都是英雄人物 也是因為為了競爭 而很多時候出現很多科技上的突破 技術上的突破 來贏對方生存 也是因為這樣 之前你一滴擴散的話 是很少大型戰爭的 大型的conflict 因為資源足夠 地大足夠 大家不會說打生打死 不需要搶 但是也是因為這群混蛋 色目人 走回頭 和那群土主 卡路相逢 那就變成兵家必爭 那就先出現了一次大躍進 那現在不用說了 贏階當然是比較先進的色目人 就是已經得到了一定的mutation 進化了的色目人 而這群色目人 就開始想利用這些土著 就是作為生產力 他們的生產力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enslavement 就是奴隸制度 出現了奴隸制度 那又有奴隸制度 就是有主次了 有一個是master 有一個是slave 這樣才出現了神和人的分別 這個時候神和人的分別 就正式establish了 人就是神族的奴隸 是他們的奴隸 你照得做主人 當然是有一種絕對的主宰力 就是我叫你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你不要挑戰我 你亦都沒有這樣的智慧挑戰我 總之我做什麼你就做 而in order 去設立這種不可抗力的 絕對的主宰之力 你就要做一些特別的東西出來 如果大家那麼高那麼大的 是不需要那麼怕你 所以從來要實施這股 主宰之力 當時呢 就用fear 當時就用害怕 這件事 就要嚇咎一些 那些土著 嚇咎它是最簡單的 是吧 你戴一些獸型面具 獅子老虎 特麻鷹面具 你怎麼樣都好 整得你呢 更加有權威 更加 authority 是吧 所以呢 為什麼我們神話裡面 往往那些神呢 都是怪怪的 是吧 那些神話 完全就是因為 要設立一個authority 一個credibility 為什麼你一定要聽我說 那所以 那 當然你以前很多神話當中 都聽到很多說 那些天使下凡 如何跟人類交配 是不是 是覺得神仙下凡的故事呢 也是發生在迷失五千年 上古五千年的時候 他們因為 就是那些神族 和那些土著 交合 是不是 而這件事呢 也是冥冥中很有趣的 他們這樣 DNA 遺傳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懂得 太弱留強 好的DNA 保持住 就是 兩方面好的DNA 保持住 差的呢 他就不要 所以下一代呢 很多時候是 一代勝一代 一代清出於男 勝於男 所以他們有一定的 mixture 的時候呢 反而呢 這一幫呢 位於以色列 以及埃及這一代的神族 這一代的神族 他們呢 進化程度又比其他各地都優秀很多 領先全世界 是不是 那麼這個領先全世界呢 而導致呢 他們五千年前或以上呢 已經懂得起到金字塔 這麼複雜的東西了 是 那也是 到他們的文明程度這麼高的時候呢 他們又再一次 expand 這幫神族 又去到希臘 又去到蘇馬 Sumerians 又去到更遠的India 波斯一帶等地呢 甚至乎去到 Cyberians 那一帶呢 而最後呢 由Cyberians 再入中原 再擴散到中原 而當時呢 中原呢 你知道了 就已經有一幫痴尤族在那裡 長期盤居了的了 原始來呢 都是在非洲出來的 都是在非洲出來的 但是只不過是 那些人呢 神族就去到那裡 是吧 一族就去了 可能是祖里一萬年前去了 而這幫神族再進去的時候 就是在講 我們公元前 二千五百年到三千年左右 那段時間 就出現了另一次 很大型的規模的衝突 文化大衝突 而我又告訴你 往往永遠這個世界 就有競爭性有進步 也都因為有這種大型的衝突 才會產生一些更優秀的民族出來 而因為這樣第二次 全球來說第二次最大型的衝突 就出現了我們的牽原神族 我們的神族 用我們優秀的技術 制服了這些痴尤 痴尤族的人 所以呢 就出現了後期的興盛的時期 加上我們之間的戰國時代 楚向雙爭 神族之間的互鬥 基本上就是 亦到了這個三國時代 英雄背出 人才背出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的漢唐盛世 也都是 當時絕對的第一次 絕對第一次 也都是我們的神族的最高典範 所以呢 我只是這麼說 我們的牽原神族 絕對是不可以妄自非博 當然我們 集合了太多 當代中國人的漏襲 我們當代中國人 有太多太多的漏襲 這幾百年 積累了太多的虛弱 所以導致我們的牽原神族 是黯然無光的 和這班大衛人也好 和拉茲人的最大分別 就是因為我們長期已經習慣了 是被這種企業式洗腦 就是說 我們已經是被訓練成企業的一部分 一個工具 是不是 某程度上是現代奴隸 現代奴隸 就是很kai的 就是很kai的 就沒有了那種leadership的精神 就是每一件事都要按本子辦書 按著本書 書教你這樣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專家告訴你是這樣就是這樣 安步就班 這件事呢 和平盛世或者還可以 到接下來的亂世 現在開始了的亂世 就不可以再用 好像我之前說 Define and Rule 一個泛民一個建制 一個可樂一個白士 就可以玩死你們 不停用一些簡單的苦肉計 是不是 你罵我我打你 那你就覺得他們在你面前 做大戲 你就信到十足 就是我們相對來說 已經是 比起以前我們的天元神族 是kai的太多 我們應該搬回當時 我們的競爭的智慧出來 戰鬥的智慧出來 戰國時代 三國時代 講完了 從來 你想想就是這麼簡單 一個Define and Rule 的概念 我們有九萬幾種說法 我們有隔岸觀火 是不是 坐山觀虎鬥 虎育計 連環計 什麼差都有 也是因為告訴你 從來 從來 港道用兵如鬼神 決勝於千里之外 也只有我們 牽原神族 才叫得上大宗師 大行家 從來 都是我們 牽原神族的專利 我們才是大祖宗